你这个在出个多元化以后呢 你会有些损失 而这些损失呢 不是损失 就是卖不了那么好的价钱 那么它这个金融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它反过来呢 实际上对汇率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就是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一方面呢 这个宏观政策要做出一些响应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呢就是还是要治本的 就是贸易上出的问题 还是要靠贸易上的办法来根本解决 那么在这个解决过程中 肯定呢对金融市场不同的产品 不同板块也会产生一些冲击